刘峰临死前发出一声哀鸣 这一声震撼了刘备 他忽然意识到 真正可怕的不是一子刘峰 而是那些怂恿自己亲手杀掉刘峰的人 刘峰跪在地上 手扶地面 目光呆滞 那双手曾握见斩笛 今天却颤抖着 难以支撑他的身躯 刘峰面前 手持赵叔的士兵站得笔直 毫无表情 赵叔上只有寥寥几字 刘峰赐死 仰天长叹 泪水从眼角滑落 他想到了关羽 那个曾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将领 那份刚强而不可动摇的信任 关羽对他充满了期望 可就在关羽求援时 自己却没能出兵相助 关羽死了 荆州失了 刘峰知道 那是自己无力改变的局面 可如今所有的责任 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刘峰低声自语 父亲啊 孩儿做错了什么 刘备远远站在营帐外 听到了刘峰的最后一句话 瞬间 他的心如同被刀刺中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有两行位 悄无声息地滑落 内心的挣扎 恐惧 懊悔 交织在一起 刘峰的哀鸣 让刘备仿佛看见了 自己亲手毁掉的一段情意 一段希望 士兵们手持刀剑 等待着最后的命令 刘峰抬起头 看着天边的灰色云层 眼神中满是悲凉 他知道 这是自己人生的尽头 也许是命运的无情安排 但他依旧跪在地上 面向刘备的方向 刻了三个像头 孩儿不孝 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刘峰的声音嘶哑 但语气却坚定 士兵们举起刀 刘峰的目光依旧坚定 仿佛在面对死亡时 也没有一丝畏惧 刘备听着远处传来的刀声 心如刀脚 他知道 自己做出了一个 不可挽回的决定 这一刻 所有的荣耀和尊严 在他面前化作了痛苦和悔恨 刘峰的哀鸣 让他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时候真正的敌人 并不是眼前的人 而是内心的猜忌 和那些挑拨离间的声音 故事回到最初的那一天 刘备并不是没有儿子 但刘善年幼 刘备需要一个 可以成绩自己意志的人 他看中了寇峰 一个勇猛的年轻人 寇峰无父无母 是战乱中活下来的孤儿 刘备收他为义子 赐姓刘 许名刘峰 刘峰拜任刘备为父的那一天 他发誓 要为刘备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刘备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年轻人 心中充满了激动和希望 从此 刘峰追随刘备南征北战 少年心性让他无所畏惧 沙场上刀光剑影 刘峰总是冲在最前面 从不腿缩 每次战斗后 他都亲自去向父亲刘备报告战况 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刘备看着刘峰 心里多了一份期待 多了一份骄傲 他觉得 刘峰是自己最得意的孩子 是他将来可以倚仗的力量 刘峰的成长之路 充满了光荣和挑战 他从一个无名小卒 成长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将领 他随刘备攻城掠地 与东吴 曹魏的将领们争锋相对 每一次都表现得英勇无比 刘备看着他 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 充满了斗志 对未来无比向往 可期待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 尤其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 刘备在一周称帝 立刘善为太子 这意味着刘峰的地位变得尴尬 刘备开始对刘峰产生矛盾 他既希望刘峰能继续为蜀汉效力 又担心刘峰将来会对刘善造成威胁 刘峰逐渐感受到了一些变化 刘备对他的态度 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切 多了些许疏离和警惕 刘峰虽然不解 但他始终刻进职手 不敢有任何怠慢 他依旧在战场上拼杀 依旧在为刘备打下江山 可他不知道 这一切在刘备的心中 却逐渐变成了一种矛盾的情感 公元219年 荆州告急 关羽被东吴与曹伟夹击 局势岌岌可危 关羽派人向刘峰求援 使者跪在刘峰面前 请求他出兵 救救关羽将军 刘峰看着那位风尘仆仆的使者 内心百感交集 刘峰手下只有几千兵马 这些兵马 使他用于镇守上拥的全部力量 如果他出兵 上拥必然空虚 很可能会被敌人趁虚而入 孟达在一旁劝说道 上拥不可轻弃 若我们出兵 恐怕这里守不住 刘峰心里清楚 孟达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他必须在救援关羽 和保全上拥之间做出选择 他犹豫了 他知道 如果不去援助关羽 可能会让关羽陷入困境 可如果他派兵前去 上拥的百姓又该怎么办 刘峰的眉头紧锁 在营帐中来回踱步 最终 他做出了决定 他决定不出兵 以保全上拥的安慰 使者满脸失望 跪地哭求 但刘峰咬紧牙关 挥手让士兵将使者带出 他心中明白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但他别无选择 关羽的球员悖剧 荆州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 东吴与曹魏的联军迅速围困关羽 荆州失守 关羽战死 消息传到成都 刘备痛不欲生 他摔碎了岸上的艳态 面色铁青 关羽是他最信任的兄弟 是他开创蜀汉大业的得力干将 现在 关羽死了 刘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 刘备回想起 关羽生前的种种 心中的悲痛 化作了滔天的怒火 他想起了刘复 那个他亲手抚养的义子 关键时刻 却未能挺身而出 有人在一旁劝道 刘复不出兵 实属不忠 这句话在刘备耳边不停回想 如同魔咒一般 刘备心中的疑虑 渐渐加深 他开始对刘复产生怀疑 这个义子 是否真的忠诚 他是否在图谋自己的利益 刘备越想 心里越乱 他不再信任刘峰 他觉得 刘峰的行为 可能会威胁到刘善的未来 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刘备内心的矛盾 终于在一次次的思虑和劝说中 达到了顶点 他决定处理刘峰 不再让这个刚猛的义子 成为将来的隐患 刘峰的一声哀鸣 最终让刘备明白 真正可怕的 并不是刘峰的刚烈 而是那些挑拨离间的声音 以及他自己心中的疑虑和恐惧 关羽的死 不仅带走了一位勇将 也让刘备失去了对刘峰的信任 在权力的争夺中 情义和信任往往是最脆弱的东西 一旦破碎便难以重拾 刘备不止一次召见诸葛亮 询问刘峰之事 诸葛亮并没有直接表达态度 而是用了一个比喻 他说 猛虎虽强 然未得训话 恐伤其主 刘备一听 心里有了判断 诸葛亮并未直接言明 但刘备懂了 刘峰刚烈 容易激动 这样的性格 如果刘备去世 刘善是否能驾驭得住 刘备看着自己年幼的儿子 心中多了一份担忧 刘善太过柔弱 而刘峰太过刚猛 柔弱无法驾驭刚猛 那结果只会是一场灾难 于是 刘备做了一个决定 他下令赐死刘峰 这个曾陪他征战四方 履历战功的儿子 他无法再留 刘峰被压到营障外时 面色苍白 但他并没有求饶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 已经无法更改 他只是跪在地上 向着刘备所在的方向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父亲 孩儿不孝 不能为您尽忠 不能守护荆州 愧对关将军 刘峰的声音不大 却字字清晰 他没有过多的辩解 也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情绪 他只是在最后这一刻 将心中的愧疚和遗憾 悬殊表达出来 刘备听到这一番话 媚心的痛苦再也无法压抑 他转过身去 泪流满面 他知道 这一切是他亲手造成的 他曾经对这个孩子充满期待 而现在 他却要亲手毁掉这份期待 刘峰的哀鸣 像是真一般 扎在他的心里 让他痛得无以复加 刘峰死后 刘备久久不能停静 他看着诸葛亮 看着那些劝他刺死刘峰的人 心中忽然有了一丝疑惑 刘峰真的有背叛之心吗 或许只是不合适宜的刚烈 或许只是一次错误的判断 可这些人 怂恿自己杀了一子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刘备开始反思 他意识到 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刘峰 而是那些在背后操控 怂恿的人 刘峰刚猛 但心存忠诚 而那些看似忠心耿耿的人 是否真的为了蜀汉的利益 刘备看着身旁的刘峰 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他既希望儿子能够守住蜀汉的基业 又害怕他柔弱的性格 难以驾驭居使 刘备叹息 自己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改变这一切 刘峰的死 或许已经是一个 无法挽回的错误 而他 刘备 只能在这样的错误中继续前行 感谢观看